這是用來拉線的勾 這個針 例如拉皮鞋、袋子、行包、座位、真皮、假皮的用具 都可以用拉線去解決 條線鬆開或離開 看看有什麼辦法可以重新固定 用膠水是貼不住的 相信你有整個鞋都知道 或者是一雙鞋子 只要是拉開了 用膠水貼不住 那就用拉線 拉線的工具千萬不要買這隻 看起來好像很好 但是它的扭鬆扭緊 即是讓你換不同的針頭 這個鬆緊是非常容易扯脫的 你拿到多緊 拿到你的手皮全起枕 它也是會一扯就脫掉的 還有這個鞋子是非常痛的 弄到這隻手 所以這個千萬不要買我 我中了一幅 我不知道連十步 我已經是 跌出來上回 跌出來上回 我不知道多少次 我想十幾二十次 我氣得我真的想扔掉它 那終於我真的扔掉它 那終於 原來這個網絡好像很稠 好像很流的 才是一個最終的答案 這些餐廳的菜式 很多時候 這裡就經不起時間考驗 因為你屈它 最初爆了一兩針 然後爆了這樣 就會這樣 現在修理它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 我打個列 這些不是普通線 這些是用來拉 整修理鞋子的線 首先隨便 總之打個列很大顆 接著 就在另外一邊 這個位置 穿過來 其實真的是亂猜 接著拉這條線過來 有 就是這樣 因為這個勾 就會引起那條線 這條線 就會引起那條線 過去 現在一邊過來 我們一拉 就會拉動 沒有裂的那邊 接著純粹 就看你 想快 就大步一點 這些就是用來 修理鞋子 這些是內地 所以就算整雙球鞋 脫了底 它都可以幫你 拉好一條線 更新正 更好用 原裝 接著我們第二步 就搭齊一點 就隨便 它推過去 接著也是這樣 如果像Hermes袋 它就是兩條線 左右左右的 我先知道 左右左右的 其實這樣也好 足夠 它一步就是這麼大的 接著 又是這樣 一圈 穿過來 當然 位置就不要 即是原裝的 那條線太遠 接著 這樣就可以了 接著又在這邊 穿過去 就注意 它出來的地方 是不是 你想要的位置 那現在呢 就已經去到一半了 將近完成了 那又在這裡 一刺 打到盡了 我以前也沒有 因得那麼厲害 因為我經常 做的鞋子 就會 然後 接著 又一步 再次 基本上 這種 拉線方法 在普通的波鞋 如果爆了線 你用膠水 黏 都不是 很穩定的 但用這個拉線 就拉大部一點 那你起碼可以固定 即是 下完膠水 你再加上這個 它基本上 就不會開得口 就是這樣 其實多拉兩步 已經到了 我也覺得 我自己拉得很準 這條線很直 因為我沒有什麼 怎麼對的 我這樣 頭皮 那現在最後一步了 就先埋線了 這個有點碎 這樣就修正了 如果你認為都夠呢 那我們就在這裏埋口 有 那打這種裏 就是越紋越好 就是打完裏 就是裏要貼住 那個地方 那它就會很紋 那它就會很紋 然後再打多一個 如果你想再實正一點 就不只是剪了它 可以再找 因為這些是尼龍線來的 如果找打火機 就是弄短一點 你再彈一下它 那它就會變成更穩妥 那現在這本菜單 就修復完成了 請你喜歡這個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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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